前后一个距离 然后比较前面感应到的时候 就开始进行 看下一台感应到 下一台课到是什么时候 OK 所以比较的说法是说 我看车子经过的时候呢 这样话很少 反正就是先感应它的 它一触发就感应 然后解释 然后通过某个点的时候 我就触发 触发已经是比较 我们刚刚知道这测子的速度的时候 怎么测呢 你是不是在这个点上 帮你感应器 在这个点上帮你感应器 它通过这个感应器的时候 才踢10 对 踢这时候等于0 经过这个感应器的时候 把时间切掉 所以踢回来 踢 那跟我讲什么 你刚不一样 他想说 他通过某个点的 不是 你一开始讲说 车子启动的时候 启动就太质量 车子启动的时候是0 我车开门才能启动 我启动的时候 车速是0 那我现在讲的是 车子在移动中 看到路上把路 那么多车子 你怎么测它的时间 对 不太一样 不是车子启动 那路上的车子 在跑的时候 测它的时间 很简单 看那个字 好了 这样的测法 有没有不准的地方 要怎么样更准 怎么样 这样的测的方法 怎么样更准 要怎么样更准 固定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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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情和车子跑到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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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固定 因为这样的话 才可以每次都精准地测出车子速 哦 因为车子的距离 因为车子的距离 感应区比较远 会怎么样 会 车子速度 会看起来比较慢 就是 两个感应器 然后如果车子距离很有关 那车子脚要到这边有关 刀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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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 所以你感应器指到这车子的时候 你觉得这个感应器的距离 跟车子的距离 除非它是平行的 平行到车高的 OK 所以你只要平行 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对 那如果不是平行的 就会有这个问题 所以这部分很重要 好 那我们请教你 如果要让它更准一点 要怎么办 你说 我已经有听到的 你跟他讲什么 路上有部车在跑 我想这样的速度 我应该停车 哦 那这是平行的速度方法 有两个感应器 第一个感应器 车子经过它的时候 开始计时 当车子经过第二个感应器 就计时结束 那因为我知道感应器的距离 距离 距离就知道了 所以当它通过这两个时间 通过这两个时间差 没有打踢 去分支 用距离 用距离 啊 跟你做先不一样 跟你做先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你做先是 很热拍照 那是拍照啊 但它这不是拍照 它这是感应 就是 实际上这个测的是方法 所以我们一般测 泡到你当测的 测泡到你当测的 测子弹啊 测子弹啊 测子弹 我们现在先上课 你这样没有听我在讲什么 你这样没有听我在讲什么 你这样回去这段就没有听到 对啊 你就没有听到 你没有听到 不可能再冲甲啊 你也不知道在讲什么 你也不会不磨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间先不要去算 已经会算的东西 那东西 回去再慢慢算 好不好 好 所以这一段呢 观察 它通过第二个观察的时候呢 它开始即时启动 通过第二个观察之后 时间停止 我觉得它经过这两个观察 需要的时间 我把距离处于时间 我就看到它的速度 这样的算法 怎样才能够精准 越精准 我要精准 怎样才能够精准 红外线 红外线就可以吗 所以这两个观察感叹 红外线 有差吗 要怎样才能够精准 距离拉远 所以这个测子的距离远一点 会好一点 所以陈玉的意思说 把距离拉远一点 我第二个观察在这里 要说才比较容易 才 我们这样 就是它 我觉得越短越 所以 我们知道算它的速度 应该说车子 比如说高速公路上的车 道路上的车 它不可能 很难维持定的速度 所以 你把它拉越长 它的平均 它要分 它要分 它要分给 它要 处理的时间会比较多嘛 对 对 所以会比较 准还是比较不准 准啊 比较 比较 比较接近 只是它会比较 这样 比较不准吧 比较准吧 你认为比较准 为什么比较准啊 特别要接近什么 主人家接近什么 接近我们想要两个东西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应该说 好 假如在这段 从就是 感应到 感应结束 它的速度起不高 假如是 就是 它会在 它会正步 每小时 40公里 那 它远就会 45到 55 这之间会有四个 每秒 会有每小时 50公里的 这个 真的什么 幅度 会改变 那你如果巨大床 它就可以把它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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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量 分量 它可能就取到 中间值 就是 每小时 60公里 OK 很奇怪 中间值是每小时 60公里 但我们想测试 你刚测什么 它的速度 速度 我们想测什么速度 那 如果这样的话 因为我拉越长 像干脆去 例如我从我家 开始测试到学校 我只能测到这一段的 平均速度 对啊 可是 平均速度 不是我要的速度 我要的是 这一瞬间的速度 那你就 只要 一开车解数就好了 所以是要怎么样 距离越短 距离越短越好 距离越短越 越靠近这一点的时候 然后呢 偶尚可以量到这一点的速度 比较能够量到这一点的速度 对 对 对 我越靠近70点的这个时间差 就像我们刚刚在跨谷的时候呢 好 假设这是一个SDV 我的位置变化 如果是这个样子 好 那如果说我在量我的 速度的时候 陈韵 看这边 我在量速度的时候 如果是量70点 到这一点 平均量的速度是哪里 是不是量点 就是量到这样的速度 跟他真实的速度也不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嘛 差很多了 所以我想量这一点的速度怎么办 我是要量其他的 如果不能其他前面 我是从这边往后推一点点 上来量不足一点 就给他瞬间的速度 是不是给他瞬间速度 就是讲不到线线的概念一样 我如果呢 靠了越近的时候 都量到这一点的速度 我可以量这一点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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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可以量到瞬间速度 我越靠近越好 所以这个量一距越靠近越好 这是其中一种的测试方法 可是假设我没有光炸呢 我没有光炸 我已经测速度出到 怎么说 就是量到的时候 你碰到 这是一个 你碰到开始 然后要测试 什么样出 就是走过去 什么样走过去 要红外界 按按按 一条这 开始碰到的时候开始 到车子已经全部结束的时候停 OK 所以 这里的意思是说 我这是一个红外界 所以红外界通过的时候 不计时 红外界被切断的时候开始计时 到车子转全通过的时候 计时结束 对不对 这其实跟光炸很像 跟光炸的意思是很像 就是这个计时 但是这里的缺点 有什么缺点 就是车的程度不一样 改车的程度不一样 改车的程度不一样 你A车 B车 C车 你车 有些车子你可能只有 直到前面 上面这一块 有些车子你直到下面这一块 有些车子你直到下面这一块 车子的距离 车子的速度不一样吗 不一样吗 或你车到卡车 在卡车通过的时间 你就不一样了 哇 这车怎么走的 妈妈 你会觉得长度超会很大 好 那怎么办 我在家里的卡车把它车变起 你在有一种 有一种球 叫车速球 它上面有个数字 你把开空打开之后 你把球投给对方 投过去 他就可以 噢 你的时速85 投过去 诶 十足90 为什么他可以测速 为什么他可以测速 他可以 为什么他可以测速 他可以 赶测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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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然后他可以 启动机子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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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距离他 你要停 你说什么 之前 球在计算吗 还是 球在计算 球在计算 他在放出 谁要你要去哪里 球在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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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计算 他在放出 红外线 放出红外线 我听到以前 比较好笑的笑话 笑话说法 你说我的笑话 我不是说我的笑话 你是另外一个笑话 有一个比较好玩的说法 是说 这个球上有个洞 嗯 他球在计算 他感觉成功的速度大下 是 那今天他球速 有可能 那天是装GPS 装GPS 也没那么精密 也没那么精密 其他简单说法 是陈佑说的 我在投球的撒纳 我是不是加速 我在加速 他才会起动GPS 人家怎么会感受到 你的加速度 你在那里面是一样的 我一定要施力 我不是有力 就有加速度吗 我要投球的时候要施力 我当然知道有力 就有加速度 我说他怎么知道你有加速度 你要感受加速器 很简单 里面放个糖 没有加速的时候 他们就会拉伸 为什么 有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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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找个糖果 不然我都要看 很怪的 不一样 有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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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一直接其他 下套 突然之后 不一样 准备了 走回去了 没有加速度 belt 接住 再一个 可以 好,我這邊有個彈簧 來,看這邊一下 看了彈簧,我現在網上瞬間搭 你看彈簧的變化 有沒有感覺彈簧的變化? 變長,變長 是不是瞬間變長? 所以我在拉的時候呢 這邊有慣性 慣性讓他不想動 所以我瞬間動的時候他先拉長 拉長之後這彈簧對這個螺絲開始產生的拉力 這個螺絲開始加速 加速到最上我的速度之後 就變成兩個是等速的,不會再拉伸 懂我意思嗎? 所以我假設在這個球裡面有這樣的機制 我這樣投球的時候 他裡面一定有固定的點 有個重力讓他開始拉伸 不過他一拉伸他就開始機制 同樣的,我接球 沒科學 這是想像的 不科學 這當然科學 不科學 不科學 你不管怎麼丟,我彈簧一定會被拉伸 一定有兩個彈簧被拉伸 哪一個彈簧被拉伸 他用陀螺依用 陀螺依用 陀螺依用 你本來就裝那種彈簧都可以 我知道了,那你現在什麼叫被拉伸 我現在就有被拉伸嗎? 你有看到被拉伸嗎? 有沒有看到被拉伸? 那我有三條彈簧 我是不是重新感測三個方向加速度 我不管球怎麼拿 就像今天這樣拿 明天這樣拿 我不管怎麼拿 我這樣丟的時候 一定至少一條到兩條彈簧被拉伸 被拉伸 這時候就停開計時 接球被接到那一剎那 我裡面的彈簧也會被拉伸 又被壓縮 加速度 控制他 停止計時 所以可以得到 一個時間差對不對? 是 好,那請問一下 我有個時間差了 那我這樣可以得到一個 得到一個速度嗎? 我可以得到速度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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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啊 怎麼得到速度? 你要怎麼可以得到速度嗎? 我這個球 投這個球 投這個球的過程當中 頭跟接已經得到一個時間差了 那還不行啊 所以他在前面 他在那個啊 說明書一定會寫說 距離要在多少 OK,非常好 他一定告訴你說 請投這個球的時候 投手跟捕手的距離要固定 不然的話 就是速度都固定 你投手跟捕手的距離必須是固定 你的L必須是固定 當你的距離固定的時候 我投出來的時數就是真正的時數 如果距離太短 假設距離太短的時候 速度就會很快 你就覺得速度很快 那如果距離太短 如果距離遠過於他標準的距離的話 就會覺得這個速度是很慢的 OK 然後這側速球 這第二個側速方式 那第三個側速方式 我們在想看 要想起來 沒啦 沒啦 有一個是 你要講你的 射速方式 我講了 你講了嗎 沒有 沒有 你沒有做過那個實驗 你做過的時候怎麼講 我做實驗 你做拍照 對啊 拍照 拍照 對 拍照 你可以說 拍照 怎麼做 拍照 拍照 這速度是100 先錄影 然後呢 錄影 拿著拍照 然後再取 取每一個固定的時間間隔 先我們再取固定時間影片的間隔 對 因為 因為我們在拍照 攝影錄影的過程當中 錄影有兩個格式 錄影的格式 這叫做 FPS 記得嗎 FPS 有聽過嗎 每當的時間 就說 好的照片 圖片 圖片 第一個字叫frame fr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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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ame是畫面 一個畫面 P P Per 就是每一個 每一個 H 是什麼 second 所以是frame per second 就是每秒鐘幾個畫面 一般的攝影機呢 每秒鐘 台灣的規格是29.7 怎麼那麼少 人的眼睛 視覺佔流 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感覺是連續的畫面 是30秒 一秒鐘30個畫面 一秒鐘30個畫面 就覺得畫面是連續的 在大陸地區 他們的這個規格是25 就每秒鐘25個畫面 他就這麼少 對 就這麼少 現在新的DVD 像我這台DVD 他的畫面呢 是 可以到一秒鐘60個畫面 要這樣看什麼 蛤 我們只能看他一半 這樣子 對 事實上我們只能看他一半 因為事實上 你用不到這麼多 但是他是高清的啦 我們講高清 高解析度 高畫質 一秒鐘60個畫面 好了 我們一般的規格 就是一秒鐘大概29.7個畫面 來看的話 事實上有些攝影機 有些相機 他可以用連續拍的模式 他連拍模式 一秒鐘都拍15個畫面 也可以 反正你知道 你故意這個 5 per second的時候 你們去照相 好的 照相 第一台路 第一張 第一張 看到車子在這裡 這個畫面 看到車子在這裡 好吵 哇 辣比較 我看到兩個畫面 告訴你 這兩個畫面 間隔是三十分之一秒 現在你可以告訴我 這個車頭說 看他轉 有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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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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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距離 沒有誰的距離 沒有車子移動距離 沒有車子移動距離 所以這車頭 所以你是讓移動這麼多的距離 但是我不知道 對啊 可是如果你知道這車子的話 你不可以找一個 車子的震撐尺寸 假設這台是 阿提齒 然後我們家就有阿提齒 我覺得打阿提齒 我們去量一下 我們可以用齒去量 在畫面上去量 這個 假設車子的全長 我們沒有這邊 用畫面上去量 量出來是 十公分 嗯 可是這邊呢 只有七公分 然後我去真正的 量車子的尺度是 車子的長度是 2.4公尺 然後請讓這台車 好快 好 我沒有瞬間到車子的距離 我已經告訴你了 你去量這個畫面 看看這台車的距離 全長是十公分 可是你知道它移動了七公分 從這個畫面到這個畫面 它移動了七公分 車子的全長是2.4公尺 騙你 這台車是10比2 2.4公尺 什麼 公分比2.4公尺 對啊 10公分比2.4公尺 沒錯 好 當 到底是幾 所以到底怎麼算 168公分 什麼168公分 每秒168公分 每秒啊 這兩張畫面 計算是30分之1秒 30分之1秒 168公分 OK 30分之1秒 168公分 所以車子的尺度是多少 4 那就是 每秒 168公分乘30 OK 所以是168公分 除以30分之1 對 168 1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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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0 1秒 1秒 2秒 1秒 公分 1秒 4 每秒504公分 每秒504公分 請問時數多少 呃... 時數多少 請計算 開始 是 這題是作業喔 請寫下來 504 這題是作業 請寫下來 這題是作業 不行啦 誰在空白頁上 應該不是504公分 不是504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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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4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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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這樣講嗎 對 好啦 好啦 趕快3點 好 算啦 這是作業 接下來是 我問你說 這台車的時數多少 好 好 請問 問 死 車 時數為何 好 第一個解開呢 下一分 聯繫十分 我們自賣當 看起來這樣比較有 你問為什麼要5分 不行 10分 是10分的那個人還是全班 欸 我說 現在可以全嗎 停 第一個解出來加1分 這一題現在第一個解出來加1分 這台車的數為何 那裡面是怎麼 我只把你送到這邊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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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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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誰吃到我都吃的 這個是 是 趕快計算 誰要趕快計算 什麼事都不用做 你不用算的話 什麼都可以吃了 不該算 不該算 就什麼樣 好啊 照片裡面 車子長不去公分 沒有 在照片裡面 車子長全長10公分 但是我們看得到 車子移動了 這是車頭 車頭從這個點 移動到這個點 就照片的比例上 它移動了7公分 7公分移動30分之1秒 對 所以 用30分之1秒移動了7公分 照片上的7公分 移動了幾公分 移動了幾公分 移動了7公分 移動了210公分 在照片上的 在照片上的 你還要把觀眾給移動 限制3公分 2.4比10 嗯 14 所以 一公分 我知道啊 2.4 我知道啊 你講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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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講嗎 你可以講啊 我寫下來啊 好 每小時 每小時 181440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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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 181440公尺 那就是 欸 白白你說車長2.4公尺 2.4公尺 蛤 車長跟公里 怎麼那麼轉 我走一個 一個車長 啊 我好想他這樣 不見得是對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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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只出九題啊 不會啊 不會啊 然後下一集就導課 導課 那個 然後咧 真的 181440公尺 那這個 成績一樣的 下1 耶 這要不要來個加1 我忘記我算什麼 我忘記我算什麼 現在已經在錄影中了 錄影中 錄影中 一舉一動 一舉一動 錢都是在我們的攝影機裡面 我忘記我算什麼 我忘記我算什麼 算什麼 你要寫一下 其實你的算是很重要 是你的 我沒有把一個式 一個式 一個式 2 7公尊 4 所以 1秒是214公尊 210公尊 看看這個 神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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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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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看我 我讓人家算什麼 我沒有去 騙人家算什麼 我們應該集中分數 沒有說請示範到的 只能點一個分數 請示範到的一根薯條 請示範到的一根薯條 我買一根薯條 請你去一根 1 2 不能啊 這樣 這樣太不能到 吵得到 吵得到 車子真實 你都167公尊 車子 164公尊 什麼意思 車子真實移動 164公尊 為什麼 164公尊 因為 車子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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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0 1 10 1 1 2 5 3 4 4 5 182 282 164加4 找到問題了 差事數為 這樣市區要加強 要多並算 你那个照片在那里写完了没有 写完了? 不是,照片在那里写完了 还没有,我想要等 因为我知道,可是我等了什么蛋白 那时候做的时候结算 那没关系 没关系吗? 没关系啊,这跟蛋白怎么关系 你那个照片在那里啊? 作业,作业 第10 10 尖格0.1 每个点 真的吗? 你的每个点是指每一坑 你写完了吗? 你写完了吗? 对 那加速写还是要写的? 最好是这样 如果这加速写就在写下 每个点,你的点是那个圈圈吗? 对啊,那是球 那其实是一个运动 他的照相是不断的照相 但是他的照相呢 是同时附空的照相 所以他可以把附空在头上 底线上 哎,清楚 哎,很好很好 哎 你要我,好多尺 假阶段 假阶段是这样的 我答应我 好多尺 好多尺 我答应是 你先来说 我答应是 好多尺 好多尺 我答应是 好多尺 他答应是 我答应是 我答应是 所以我会用减速度和加速度的区别来讲 像甲的话就是加速度 如果再把这个 这个运动方向我再讲运动方向从左边向右边移动 对啊,那甲的话它就是越来越...不是...移动距离就越来越短 身体每0.1秒左右 所以它的速度是越来越慢 那我就用减速度来讲 可以 因为我们家中正部 一小时在跑1260中分 然后把它中分看成... 中分 这个多少 10 11 10分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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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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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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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15 15 15 烟 為什麼烟 外面的嗎 還有是烟 烟不能亂 有個臭味 怎樣 浴 那你烟是外面翻起來的 有多少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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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學到高台上 所以 我在講 可以 三十分 一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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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合 這樣會不會有人收緊到 多臉 爛味道 什麼味道 那我可以 一秒 那我可以 我需要的同學 應該可以直接從 我們結果就差不多 嗯 所以我把那些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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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這樣也太大 不會太大 邦傑 雙 要 下去 下 五十 因為 是 差 去 一百 手 四十 六十 六十 一百 一百 球 我最要 我剛剛說第一而已 我們看一下第十四題 一根數 陳友好了,我們先看第十四題 沒有啦,我們先看第十四題 十四題A這個球是怎麼運動的 這十四題,這個A是怎麼運動的 這也算是點數 沒有,這沒有點數 十四題,作業第十四題 A,不是A,夾,夾什麼運動 越來越快,越來越慢,還是加速度 加速度 負加速度 負加速度 就是越來越慢 A是怎麼運動的 加速度 他做了加速度之後,他有什麼速度 他有什麼感覺 他做什麼運動 他是直線呢,還是曲線呢 這個需要選嗎 呃... 其實曲線運動的話 是讓海格向心加速度 如果是曲線的話 他形成一個曲線運動 向心加速度 向心加速度 加上他本身的速度越來越快 還有增加速度 所以他是兩個 你現在說 第十四題 現在講到乙 乙,除了轉彎之外 他也越來越快的趨勢 有沒有看到 那丙呢 丙成什麼運動 等速度 直線運動 對不對 就是等速度 直線運動 那丁呢 丁應該是等速度 有一個伏心 有一個伏心 對 實際上嚴格來講 不能講等速度 速度指的是同個方向 叫等速度 等速度 等方向 他叫等速率 因為他的每個間隔 移動的距離是相等的 所以算是負加速度 他不能叫負加速度 因為他有向心加速 向心加速度乘90度 所以跟他運動方向乘90度 所以他指向圓心 指向那個伏心的圓心 這兩個伏心是平衡掉的 所以就算是 因為他一定有做那個 點速度 才會把那個 他的加速度比掉 變成速度 你說假是加速度 假是正加速度 是直線的加速度 對 假耶 一般來講 我們在講圓中運動的時候 有提到 但是圓中運動 我不知道你學過沒有 圓中運動 我正在行圓中運動的時候 他為什麼行了一個圓中運動 然後呢 中 Doom後 往側方向挖 你看 你想看 我這球 要運動 如果是等速度運動 是不是沒有受力 我如果從那邊加速 會怎樣 越來越快 對不對 越來越快 那如果是 往這邊運動 我從那邊加速 會怎樣 會越來越慢 但如果他 Progress yuq 等速度運動過程 你可以從這邊 situação 爪彎 所以不斷的從爪彎的地方一直給它加速 是變個圓周運動 它變個圓周運動 所以圓周運動的意思是 我會一直有向心加速 意思是對它的90度方向的加速 所以它會不斷的對我改變方向 所以它一直形成一個等速度 等速率圓周運動 為什麼等速率 因為它每次運動的角度都在改變 所以它方向不一樣 不能用速度 對 一般來講速度 速度指的是有方向的 的改變 有方向的速率 有方向的速率 速率呢 指的是一個大小 它是沒有方向性的 速率指的是一個大小沒有方向性的 陳佑彥在聽嗎 有 所以等速度運動 這個方向一直沒有改變 一直走直線的話要等速度運動 但是呢 如果是它是這樣子 基本上它的運動 每一個間隔所走的距離是一樣的 可不可以要等速度運動 為什麼 因為它不是速度 因為到這邊都會向下 到這邊就是向右 到這邊就是向上 到這邊就是向左 所以它速度是一直在改變的 但是速度大小有沒有改變 速度大小沒有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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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度大小是每秒鐘走的距離 距離沒有改變 但是它的方向是在改變的 對不對 所以叫做等速度圓周運動 它不是等速度 好 所以在盯這一點上 盯這一點上 我們基本上可以看起來 它是在形成一個等速度圓周運動 因為它形成一個浮線 它有相近加速度 然後物是相近的加速度 是怎樣 等速度圓周運動 它是有無形的 有做一個 物是加速度 物是加速度 直線還是非直線 非直線 它其實也是非直線 它有很曲線的感覺 它首的第一個是直線 所以基本上物這個呢 又有一點點向性加速度 只是它的心一直在改變 它位置在改變 它的圓周運動 它的圓周運動沒有固定在臉上 所以會成一個無形運動 好 什麼在講一遍 圓周運動 圓周運動怎麼樣 對 就是這樣 對 就是圓周運動 基本上 曲線呢 都是圓周運動 只是圓周的位置很不一樣 我舉個例 來 看看黑板 我們這個物體呢 它這樣子 它的軌跡是這樣子 好 它軌跡是這樣子 好 請問一下 在這邊行的是什麼運動 在這個範圍內行的是什麼運動 誰 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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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 從這邊 到這邊 什麼運動 原生 原生 原生在哪裡 大師 每個都在原生 原生 原生很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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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基本上所有的圖線 好 那問你 它這一段在起的什麼運動 這原生完整 你要硬 你好煩喔 你很煩喔 你很煩喔 你就這樣子啊 這段什麼運動 原生運動 原生運動 它的 它的 位置 原生在很遠很遠很遠 很遠的地方 好了 那問一個問題 假設這段 好像直線啊 很像直線 我可以說這段的 也是在成 原生運動嗎 可以啊 那搬你多少 這是 周路上的 對 不然就是 無限遠的位置啊 那你無限遠的地方 形成一個直線 形成一個 原生運動 可以啊 相形加速度 趨近一點 相形加速度 趨近一點 趨近一點 所以就是直線運動 趨近一點 直線運動 好 所以基本上 所有的 路徑軌跡上 我們都可以說 它在裏面的一個 不間斷的 連續的 連續運動 是原形一直在改變 原形一直在改變 好 下課 你們如果寫完作業 寫一個單元 就把作業交到桌上